2022年中盘点之十大暴剧 花开花谢 东去东又回 日子就像窗外的鸟 不经意间就从我们眼前一飞而过 来不及细看 来不及思考 但是我们似乎还是来得及回顾哦 那作为十集电视剧爱好者 小文今天就整合了各项网络数据 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2022年最火爆的十部录据 一起来看看你都看过哪几部吧 第十部 列罪图鉴 我能让你看见从前的自己 哪怕这是一幅画 因一起尘封就案 而结院的模拟画像师沈亿和刑警队长杜成 在机缘巧合下被迫搭档 自此两人联手侦破多起离奇一案 共同追踪谜底真相 这部剧首次将画像师引入国产行侦剧中 充满新鲜感 细节密集不拖沓 虽然逻辑性和理性稍显欠缺 但也不妨碍这部剧给观众呈现出一种隐藏在表皮之下 戳中内心深处的力量 这部剧于2022年3月上线 作为开年第一部行侦新剧 显然占得先机 目前28万人给出7.5分的评分 猫眼历史最高热度9733.35 累计播放量破14亿 共获得21项成就 同时一举捧红了谭剑刺 金世佳这两位主演 第九部 星汉灿烂 那日 漫天滑彩四溢的灯火 你驻足结庄 人潮入之 可我只看得见你 这部剧讲述了留守少女少商 面对假情假意的亲戚伪装自己 掩盖锋芒 等到父母归来时 却难识亲情 之后 遇见男主林不宜 两人在不断的相处磨合中 逐渐成长 并携手化解国家危机 成就一段佳话 这部剧清洗基调 剧情新颖 场景道具古朴厚重 给人一种轻松愉快观剧体验 并且适应女三男的恋爱模式 剧中少男少女的那种恋爱小气泡 足够让网友们甜到不能呼吸 赵露丝在剧中饰演少女 成少商 表面柔柔弱弱 鬼马精灵 实际却是非常坚强有想法 而由吴磊扮演的男主角 是新第一子林不宜 少年将军 有钱有势 腹黑专一 另外还有李云锐扮演的 白露山才子袁慎 才华横溢 心思缜密 独舌傲娇 以及于成恩扮演的世家子弟楼瑶 温和善良 年人可爱 但软弱无助 本剧2022年7月上线 目前48万人已打出7.7的高分 INDP评分也高达8.8 猫眼历史最高热度 9772.61 微博话题阅读量将近500亿 上榜热搜近3000条 单日网播量也已破2亿 无庸置疑的2022暑期大热剧 第八步 开端 游戏架构师 肖鹤云和在校大学生李诗琴遭遇公交车爆炸后死而复生 在时间循环中并肩作战 努力阻止爆炸 寻找真相的故事 开端 是2022年第一部爆剧 这部剧的题材在内地颇为少见 剧情紧凑毫不拖拉 人物角色鲜明 主演赵金脉和白敬廷等全员演技在线 代入感十足 让观众们不自觉的就沉浸在其中 从2022年1月上线至今 近80万人参与打分 并给出7.8的高分 猫眼历史最高热度9793.61 仅有15集却累计播放量破23亿 并获得第31届中国电视精英奖两项提名 这部剧讲述在繁华的大唐盛世之下 发生的一系列奇闻异事 长安京无畏中郎将 庐陵峰将 与敌公亲传弟子苏无明 携手供获鬼案的故事 这是不双男主的古装他案剧 虽然没有知名演员的加持 也没有高田爱情主线 但靠着本身精彩剧情获得了高口碑 该剧节奏紧凑 剧情烧脑 不停反转 会让人越追越上瘾 2022年9月上线 15万人给出7.9的评分 猫眼历史最高热度9675.61 是今年名副其实的黑马剧 第六部 苍蓝诀 被灭族后的西山神女万年后 重生成天界低阶仙女小兰花 无意间复活了困于浩天塔的岳尊东方清仓 两人因同心咒被迫绑在一起 谱写了一段甜蜜交织的爱情故事 故事呢就是大魔头爱上小仙女 经典的两男争艺女霸气男主家痴情男二 还有男女换身等等 土田套路一个不少 很多人以为这部剧肯定会扑 结果呢爆了 主演王鹤地 于书欣也一跃成为国内炙手可热的星星 那我们就来说说 这部剧为什么值得一看呢 套路是老的 甜的东西却是新鲜的 男主的身份是大魔头 妥妥地反派扶正了 而且霸总文学张口就来 但又充满着被误会的戏剧效果 虽说是爽剧 但好像又是有逻辑的爽剧 让人不觉得降致 剧情很紧凑 节奏快 从不注水拖沓 让人觉得 每一集剧情都有反转或者递进 很有新鲜感 另外 这部剧的画面和特效 那真的是傲视群仙 清晰 质感厚重 带入感强 非常抓人眼球 这部剧2022年8月上线 58万人 给出7.9的高分 猫眼历史最高热度 9838.51 抖音话题播放量 近250亿亿 微博话题阅读量 近670亿 上榜热搜超过4000条 第五部 余生请多指教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难道不是你先喜欢上我的吗 我先 说不过你 我不跟你说了 由肖战扮演的顾卫和杨子扮演的林之校 一个是外表俊朗的男医生 一个是清纯可爱的大四女学生 本不相识的两个人 因为林之校父亲的突发疾病走到了一起 同样是进入人生低谷期的一对男女 慢慢靠近 最终成为了彼此黑暗中最亮的那颗星 这部剧中 男女主之间是那种非常真实的爱情描写 没有霸气总裁灰姑娘之类的套路 没有轰轰烈烈刻骨铭心的情节 有的却是最贴近我们生活情感的小故事 而恰恰就是这样的故事 才最打动我们的心 这部剧2019年就已拍摄完成 但这部剧的播出却是异常曲折 先是被积压了两年 后来又精力定档又撤档 但肖战和杨子两大顶刘强强联手的电视剧 即使被防爆 播出成绩也是出奇的好 该剧2022年3月 电视台和网络同步播出 电视台收视率连续12天 同时段卫视频道第一 收视峰值1.3223 网络播出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流量 官具用户量 电视剧热度均位居第一 而在播放量上连续18日破亿 单日最高达2.3亿 热度方面 共播17天 均稳居猫眼热度榜TOP1 热度峰值9846 累计22天日贯 非常厉害的存在了 但遗憾的是 时隔半年豆瓣开分只有6.0 IDB评分却又高达8.1 但综合各方面 该剧肯定是达到2022暴剧的标准了 第四部 梦华路 九楼行会说 不让女人做正殿的掌柜 可是我们不比男人差呀 我便偏要做给他们看 该剧根据关汉清源曲话 赵帕儿风月就风尘改编 讲述了赵帕儿 宋颖章与孙三娘三人 在经历了举步维艰 种种磨难后 姐妹三人终于将小茶坊 经营成了汴京最大的酒楼 同时也为古代地位卑微的女子 推开了一扇平等救赎之门 这是一部有质感的古装爱情剧 让我们看看这小桥流水人家 蓝山万家灯火 无论是场景的层次感 或是配色打光 都给人一种古色古香的平静舒适感 另外人物装造也是一绝 清新婉约 高雅脱俗 这才是我们古典美人该有的样子 刘亦菲的仙灵气质无需多言 这侧颜 这抬眼 神仙姐姐 还是那个神仙姐姐 还有着乱世老板娘气质的柳颜 一身冷艳风骨的灵蕴 另外还有我们男主古装颜霸陈晓 再加上设置组班底非常好 不得不承认这句真得让人很安心 但这部剧是有一些高开低走了 2022年5月上线后 豆瓣开分高达8.8分 最终评分8.0分 IMDB评分7.3 近80万人打分的体量 也足以说明该剧的受欢迎程度 猫眼历史最高热度 9888.7 日观33次 开播8天 累计播放量破9亿 第三步 人世间 这部剧讲述了周家三兄妹周炳毅 周荣 周炳坤等十几位平民子弟 在近50年时间内 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 这是一部由雷佳音 星伯青 宋家 樱桃领衔主演的群像剧 他用半个世纪的跨度 展现中国城市发展与百姓生活的缩影 如果说丰富的人物和生动的细节 保证了这部剧的高质量 那么自然流露的真诚 则更进一步打动了年轻人的心 该剧2022年1月上线 20多万人给出8.1分的评分 猫眼历史最高热度9746.66 曾获得猫眼电视剧热度榜日冠43次 第三十一届中国电视精英奖四项获奖 以及四项提名 这是今年内地电视圈名副其实的大赢家呀 第二步 风吹半夏 这是一部以女性创业为主题的商战励志作品 故事讲述的是上世纪90年代 曹芒起家的女主角 许办下凭借其独到的眼光和果敢的个性 在男人扎堆的钢铁行业踢经斩棘 最终闯出了一片天地 这是赵丽颖又一转型立作 从这部剧爆出的预告片 明显感到电影般的质感 很有中国90年代风情 尤其是赵丽颖 在众多演技派中 居然还是很亮眼 从她在剧中那不再可爱 略显沧桑的脸很有故事感 真是硬核了剧中人物对她的评价 她不是带字的玫瑰 而是有毒的半夏 这部剧2022年11月开播 目前20多万人给出8.4分的评分 开播一周后 以9702的热度 成为了第48周猫眼电视剧热度榜冠军 看好这部剧哦 第一部警察荣誉 该剧讲述了四位见习警员 在警情高发的平陵市巴里河派出所 历经各类案件洗礼 并在老警察的言传身教下迅速成长 最终成为合格警察的故事 作为一部清洗基调群像剧 不管是人物的刻画 还是剧情的描写 都非常到位且极致 由白鹿饰演的夏捷满腔热血 张若云饰演的李大为冲动有干劲 杨树学识渊博 赵继伟一心想干出一番事业 该剧2022年5月上线 目前23万人打出了8.5的高分 虽然该剧在热度上比起其他剧集要稍显逊色 但是不同于以往多以大案 要按为主的刑侦剧 警察荣誉 主要讲派出所和骗区市民的小故事 依闹诈骗偷东西 各种各样的案情 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 烟火气十足 另外 还有一部跨年全明星阵容大剧 县尾大院正在热播 虽然目前各项数据还未出来 但如果后续剧情精彩的话 评分应该也不会低 好了 我们今天的盘点就到这了 那你觉得哪部剧最能称得上大爆剧呢 接下来 小文还会继续盘点2022影视圈其他Top10 敬请关注哦